前段时间电影《敦克尔克》的上映 在有些观众中带出了一个奇怪的议题 敦克尔克撤退的这波英俊曾经看过中国 这...仿佛隔了十万八千里的事真的存在吗? 事情是这样的 在1940年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中 有个指挥英军第一军撤退的军长叫哈罗德·亚里山大 他当时的军衔是少将 同年12月他晉升为中将 并出任英国南方军区司令 1941年底日本打小太平洋战争之后 就同步开始了对南亚东南亚的进攻 而这里有大片的英属领地 1942年3月美甸形势告急 哈罗德·亚里山大奉丘吉尔人民前去指挥军队对日作战 而另一边因英国政府请求 中国组建远征军十万余人入眠作战 然而由于害怕中国趁机燃止缅甸 英国人其实对中国远征军相当忌惮 有些资料甚至提到 英国人宁肯把补锦留给日本人 也不给中国远征军 除此之外 牛牛们在缅甸卖其队友来也毫不手软 在铜骨保卫战期间 西线的英缅军就擅自撤退 将中国军队的侧翼暴露给了敌人 最后中国军队在优势敌人面前不得不主动放弃了铜骨 1942年4月 盟军策划在曼德勒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场会战 从而流转不利局面 虽然该计划得到英军的赞同 但是后面的事实证明 牛牛们不过是想利用中国军队的作战 吸引日本人 以便于自己顺利车往印度 4月19日 西线的英缅军队防线被突破 二时 曼德勒正面防线的英缅军队 在没有通知友军的情况下 再次擅自撤退 而此时的英军总指挥不是别人 正是在端卡尔克指挥英军第一军撤退的 卡罗德·亚里山大 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 远仁军逐渐陷入危险境地 不得不撤退 但随着日军在东线 相继占领纳树 密之辣等地 中国远仁军通过滇缅公路回国的退路被切断 除了新38市和新22市等部队去了印度 其余大部远仁军分路突围 通过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返回国内 第一次入缅作战 中国军队出动10万3千人 上完56480人 损失过半 其中有约3万人葬身野人山 中国远仁军绝不是栽在英国人手中的第一个队友 早在1938年 英法便与纳粹德国在莫林黑签订了关于杰克斯洛伐克 更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写定 简称莫林黑写定 该写定是杰克斯洛伐克丧生了年点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360万居民和一半以上的经济资源 二战爆发前 波兰与英国在1939年8月25日签订了英波共同防卫条约 在条约中 有你们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旦德国对波兰发动战争 我们会首先触动皇家空军袭击德国境内的工业设施 然后把组建完成的远远军派到欧洲大陆参战 然而等到德国真打波兰后 英国只会象征性的触动空军 袭击了一下德国海军 所谓的轰炸德国工业设施 后来竟变成了撒船丹鸟尸 在之后德国陕级西欧 因法不敌拜特登卡尔克之时 英国人对法国人的随行彻底表示抗拒 理由很简单 咱说好的各回各家哦 这片海滩已经是法国了 你还撤个蛋的 最终有四万法军被留在了登卡尔克 成了德军的俘虏 撤军之时还算小 之后英国人做得更绝 1940年7月3日 法国路上已经沦陷 为防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之手 英国舰队 抵达米尔斯克比尔港外 向港类的法国舰队 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么跟我们走 要么自成 法国人表示拒绝 英国人果断开火 并赢到了大胜 法军阵亡一千年百九十七人 三百五十人受伤 有一艘战列舰被击沉 多艘受损 而英国仅为击落六架飞机 阵亡碾人 除了欧洲的盟友 海外蜀国的盟军 英国人也不放过 二战爆发后 澳大利亚按照惯例 派出军团 随某国参战 并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英国 但当日本蓝镜的冰峰 威胁到澳大利亚 傲向英国求援时 英国却不予理会 导致澳大利亚 不得不把派出的军团 撤回来守卫本土 不堪忍受浮体出现的英国人 还曾试图阻牢澳大利亚军队回国 最终澳大利亚与英国关系恶化 澳大利亚在外交上 开始疏远英国 投向了财大其俗的美国 当然了 这个都还指贩战队有便宜 1942年8月19日 试探性的迪耶普登陆战 则是完全拿蜀国盟军当炮灰 参加这次登陆的6100人中 有4963名加拿大军队官兵 最终面对以利在劳的德国守军 迪耶普骑袭已彻底的惨败高中 参战加拿大军队 阵亡907人 受伤568人 被俘1946人 英国为什么总喜欢卖队友呢 我们翻看历史可以看出 英国是近代列强中 政权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那些后起之秀的强国 多少有点嫩头青的属性 相比之下 英国则一直保持着 最老谋胜算 最理性的政治决策 这就是一切 从最实打实的国家利益出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牺牲出卖他国利益 当然眼都不会闸 18世纪的青年战争中 英国找了愣头青普鲁士 一家在欧陆 抗法俄奥三大国 英国自己却在北美轻松绝群立 之后的拿破仑战争 英国组织起七次反法同盟 坚持不懈地忽悠忽中国抗法 19世纪中叶 英国又忽法打额 忽法轻忠 20世纪的一战 英国在西边连法抗德 在东边又忽阿抗图 二战一开始忽德怼苏 破产后 又邦苏怼德 拉美怼德 二战结束后 又以铁幕宣言 忽美怼苏 忽欧怼苏 英国这样一个碾面三道 挑拨力剑 心机深重的角色 如果放在小说里 那必然是人人得以猪质 生蛋其肉的大反派 然在现实中 尽管卖国的队友 可以绕地球三圈 但意外的是 他这样搞 并没有领自己的信用清零 反而获得了远大于 自己实力可以获得的利益 并永远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 另一期可以用正义的大旗 本是自己卑劣的黑历史 即便帝国斜阳 实力衰位 他也可以即使省时多事 全身而推 并留下 诸如科什米尔 麦克马红线 等钉子 以达到 唯恐天下国乱的目的 因为他处有更多的矛盾 自己才有更从容的空间嘛 航空盛世 昆鹏万 第二届军武嘉年华 第二届军武嘉年华 第二届军武嘉年华的盛典 军迷了航空盛宴 航空盛世 加油 第二届军武嘉年华 全新航空主题 精彩呈现 9月23日 北京静元艺术中心 等待大家逆临 购票窗口已上线 详情请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查阅